周迅如意嫌老 临心如音丽华装嫩 轩轩王宝串雷人 都不及他惊悚电视剧 如意传一经播出 周迅在第一集演艺选秀前的青鹰如意 被观众觉得辣眼睛 周迅如意演艺十几岁的青鹰确实嫌老 这让期待如意传的观众实在有些接受不了 度过了前几集的青鹰改名为如意后 观众也渐渐习惯了 不过周迅的如意嫌老 临心如的音丽华装嫩 轩轩的王宝串雷人 都不及他惊悚 临心如在长歌行之力人行 扮演了一个少女音丽华 面对已经四十多岁 临心如 观临心如的实在 不太能接受她的装嫩 曾经的紫薇格格 临心如版至今无人超越 但是音丽华就太装嫩 之后的轩轩也给观众带来了一部雷举 就是薛平贵与王宝串 轩轩也在剧中装嫩 年轻时的王宝串与戴战公主在一起 更是显得装嫩 遥想当年《寻情记》里的乌情芳 多么水灵 不过相比之前的电视剧 新版的半生源钟蒋新和刘嘉玲的装嫩 就是惊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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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